醒目一响啊 咱们是书归正传 按说呀 这大清国第二次的对面战争啊 战场上的事儿 咱们讲的差不多了 不过呀 也没结束 影响着战争走向 致使双方最终停火的 最关键的几仗啊 咱们还没讲 这个嘴啊 咱们留到明天再逢 今儿咱得讲什么呀 今儿啊 咱们得啊 讲点痛快的 咱得把这个 自清免战争以来 大清国第二任的云贵总督 这个杨阳俊呀 给他说死 这老头子忒可气了 要说这第一任总督 这个柳草啊 那无非呢 是书生义气 这第二任总督 杨阳俊这瞎话流星 满嘴没实话 这受了受不了 有很多这个学者认为啊 杨阳俊是受了当时 绿营兵当中将的蒙蔽 所以跟皇上这儿啊 才满嘴实火 谎报战功 那到底是不是 这马子事呢 还有那句话 这分析的事啊 不归我管 我只负责把这故事 给您讲完喽 尽量啊 把这故事当中的细节 多挖出来点啊 咱们亮给大伙看 那得嘞 今儿咱放下战场不说 咱们就讲这个杨阳俊 是怎么糊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啊 是怎么的 一步一步的醒枪 发觉这杨阳俊 是在糊弄自己的 那咱们讲今儿这份啊 咱们得往前啊 缩回俩月去 那缩到哪呢 缩到这个乾隆三十一年的年底 咱们战场上不是已经讲到 这乾隆三十二年的年初了吗 就在这乾隆三十一年的十二月份 朝廷啊 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前线的战报 这封战报啊 和每一次这总督大人来的战报啊 有区别 区别在哪呢 因为这一封战报是这个云贵总督杨英俊 还有啊 就是云南提督李时生 还有就是云南巡抚汤聘 这三位在云南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联名发来的 那么说这道奏折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奏折上写啊 盲匪自盲目溃败 大兵赴城市追缴 二次共杀贼六千余人 当有义领兵头目 盲孽朝折来营 恳请罢兵归顺 并呈现金着红泥花不等物 不久免兵两三万来掠 我均于十二月初六日至十六日 先后杀敌三千余 即前后绞杀以及万人 查缅甸系边南大国 密经崇山祖江危险 水土恶劣仗力实行 若遇指导超血恐旷日 持久得不偿失 如猛毒果亲 邻居怨孝臣服 似有可用浅浅浊语自兴之路 首先呢 这是对前一段的这军事成果的一顿总结 第一仗呢 就是说呀 在这个棱木山杀了这个免贼六千多 那为什么不一举功课停战呢 是因为啊这个缅甸义方的主帅 满涅朝折来到清军大营当中主动 启合又给这清军呢 送来这个金镯子 红色的羊毛布 以及啊这个扎染腊染等花布 按他说的呢 我们推测呀 这些东西应该是这个缅甸义方啊 祈求和平的官样礼品 那是不是这样呢 是个屁呀 咱们前一番不是讲过了吗 这就是缅甸人呢 虚晃一枪假意讲和 然后呢 又在万刃关一线 对清军发起了进攻 这杨阳俊呀 真拿着乾隆皇帝当傻子了 他真行得出来呀 他都没解释一下啊 为什么这缅甸主帅已经来迎启合了 之后怎么又打起来了呢 他紧接着就说 这缅甸呢 有两三万人又来掠夺了 这绿营兵不含糊啊 当即斩杀了三千 这前前后后算一下啊 已经有一万多缅匪 死在我绿营兵的铁蹄之下了 陈等啊 已经真查清楚了 可了不得 这缅甸呢 实际上是咱们这个南边的一个大国 这大不大国的 哎 蒙蒙乾隆皇帝可能还行 咱们知道这缅甸到底这国呀 它有多大 还别说这缅甸了 整个东南半岛 要我说呀 它也没多大 这杨具接着说呀 这缅甸不但国大呀 并且呀 这山沟淋密 穷山恶水 刁民泼富 烟障遍地 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儿 那按了说呢 就是告诉皇上啊 咱这块地儿要不要的 两可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杀人三千 自损八百 您别瞧咱们总打胜仗啊 皇上啊 咱们要是持久下去呀 那恐怕得不偿失 倘若这个缅甸国王啊 他真有悔改之意 继续呀 和咱们称臣大贡 哎 那咱们就干脆呀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要说这乾隆皇帝 接到这道作报之后 他心里挺纳闷的 前边一直主战的洋洋剧 这会怎么180度大转弯 要求霸占 哎 还要给这个缅王 一个自新的机会 并且呢 最让这乾隆皇帝不高兴的 是云南地方的都府 三维要员 也就是总督巡抚跟提督 这三个人呢 意见相同 你要是三个人呢 来三道奏折 阐述的意见相同 这皇上的心里也都好受点 你这是一道奏折 三人联名 哎 那明显你们仨商量过了呀 打仗的时候 我都没见你们这么新奇 那很明显 现在呀 你们是有串联的 必定啊 这第一道奏折 还没说妖义和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觉得呀 先过年吧 什么事过完年再说 转过年来呀 乾隆三十二年的正月初十 和正月二十四 又有两道奏折 从云南前线飞输到了京师大内 他说 免求莽独之地补坑 即领兵头目莽逆草泽 吕夫军营启祥 据称 前因 满目及各土司 近年供奉余期 率众索取 原非抗拒大兵 居吕被逞创 情愿西兵归顺 至满目 新街等处 实习宜人滋生之路 并肯赏己贸易 乾隆皇帝 看完这道奏折之后啊 那简直就气得是青金爆裂 这一下子 他就认定了这杨应居呀 是欺君之罪 杨应居呀 杨应居朕把你派到云南之时 你干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跟朕说 这穆邦 蛮目 二土司来归降 郑公我的意思是说呀 哎 轻易的开疆堕土 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容易引起两国的战争 你说呀 趁这会儿 缅甸内部大乱啊 赢这个穆邦 蛮目 二土司归降啊 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但如此啊 你还信誓旦旦的说 要是有可乘之机呀 就把这缅甸国呀 灭了 整个这缅甸呢 就化尖大清版图了 这不是你说的吗 话说柳说的 朕算同意了 这穆邦土司 盲目土司 朕也封了官 并且你以地方都府的身份 在当地还封了好几十个土官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意义吗 大清朝廷已经确认了 这蛮目 穆邦已经是大清之国土了 你说什么 要把他赏给缅甸 你岂不知啊 这割地赔款的事啊 那是一百年以后的事 现在正值乾隆盛世 开疆拓土还来不及呢 你还敢把我的国土往外割 杨应居杨应居 你这就是耗子舔猫鼻梁子呀 你是作死啊你 那这句话 朕工我要看出来是瞎话来呀 那前边说的话也是瞎话 你说这缅甸的军队跑过来呀 不是来对抗我天朝大军的 是向这个蛮目等地方吐司啊 来争搅花马里的 所以呀才和我这个绿营兵 发生了军事冲突 再者了 这俨然不是军事冲突那么简单了 这明明是已经打了一年多的仗了 若是这缅兵真的距我天朝之威 那这缅兵到了边境之后 发现这盲目吐司 已然归顺大清就应该滚回去 怎么听你这意思 还要解释一下 这免贼与我的陆营兵 开战了这几个月 还属于情非得已是吧 这乾隆皇帝放弃这刀奏折 是越琢磨呀 越觉得这里边有事 于是就连忙打发这个笔贴士 到军机处 把洋用军最近的所有的战报 捷报全都搬了来 一一对比查阅 这一对比啊 乾隆皇帝啊 醒了枪之后 差点没背过气去 自打着洋英俊上任以来 第一次战役 您就说您要领着兵啊 去这个缅甸地区的 木邦蛮木地区去接收去 你说呀 那儿的两家吐司啊 归顺大清了 赵洪榜镇守心机 一站下来 让人给打跑了 回到了铁壁关 在这之后啊 在你的奏折里好像啊 就没打过败仗 什么棱木山呢 万刃关呢 铁壁关呢 铜壁关呢 在这奏折当中啊 这纸上写的呀 是胜仗一次一次的打 差不多这会儿 我算算 坚敌已经一万五了 你不是说这缅兵 一共来犯救两万人吗 怎么你现在坚敌一万五 这缅兵只剩五千 还能一次次的组织 向样的进攻 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一件事情啊 最可气 你这一次一次的打胜仗 为什么这战场 却一次一次的往国内归缩 按说你这打胜了 应该是往外打呀 杨阳俊啊 你这胆子呀 是惹了大了 丢失了国土 还敢跟朕说是 打了胜仗 歼敌多少 事到如今 既没全歼敌兵 这勉王也没写祥书 纳顺表的表示悔过 并且求祥表示连绵进攻碎碎来朝 你竟然还敢说把这个心经和蛮目重新割让给免方 说的好听是作为通商贸易之所 说的不好听不就是割地吗 割了地不说还得跟他通商 你这不是糊弄三岁的孩子吗 这是胜仗吗 这明明是打败了呀 乾隆皇帝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这几个月呀 那惹定是自己呀 受了这个杨永居的欺骗 而且看来呀 不单是如此 这云南一省文武联合上下起手的糊弄阵弓 自此以后 这乾隆皇帝的玉址像血片一样 一道一道就飞到了前线 第一道就是说呀 不行 我不同意和谈 你给我继续答 在军事上啊 这乾隆皇帝也颇为不满 他质问前方啊 这提督李时生 为何不到前方去督阵 并且呢在前方的四路总兵 总兵诸伦 总兵乌勒登格 分兵手脚 那这个华丰和这个刘德成哪去了 这个问题呀 咱们前边也解释过 以这个刘德成为首的 很多军官呢 根本就不服这个提督李时生的提调 这乾隆皇帝也要求彻查此事 接下来的两道旨意呀 一道是秘职给弗林安 让他赶快探听到前线的真实情况 加急密报到京城 接下来的一道旨意呀 是乾隆皇帝密发给在云南的另外一位亲信的 这人呢 姓乾叫乾杜 乾隆元年的近世吉地 因为善于理财 所以被乾隆皇帝重用 史书当中记载 乾杜的事迹并不多 可是您要是看二月和的雍正王朝和乾隆皇帝 在那些作品里呀 对这个人物有更深刻的刻画以及描写 这乾隆皇帝给乾杜的秘址啊 开头的第一句就是 巨石沉奏否则加罪 我想这乾杜看完这八个字之后啊 他立刻就明白了 哪头沉呢 哪头青 看来呀 跟皇上说谎啊 哎 没有什么好果子 于是这乾杜一刀奏折 就基本上把云南前线资杨庸聚上任以来的真实情况和皇上讲了 首先第一件事啊 就是针对着杨庸聚在奏报当中所提到的 这缅甸官军呢 是为了摧脚花马里才往边境发兵的 那真实情况呢 自然不是这样 是因为杨庸聚自上任以后受了这蛊惑 谁蛊惑的呢 就是那个富江赵宏榜 帅3600兵进驻缅甸地区镇守新京 然后这缅军就大军杀到 很明显人家是来收复新街的 打起来没打过呀 这才退守回铁壁关 赵宏榜在前边跑不要紧呢 可就没留神后边 这敌军呢 尾随赵宏榜的部队 可就追到了大清的国土范围之内 然后就是在边境的棱木地区 打了这个棱木山一仗 虽然消灭了敌军 但是没打赢 不但没打赢 还成功的利用甲义和 让清军放松的警惕 就在乾隆三十一年的十一月份 这缅兵由万人关的小路进军永顺 在斩达护洒地区屠杀我边民无数 所到之处村寨呀 无不强掠焚烧 打下了铜壁关 斩杀了游击马成龙 又在隆川地区一通抢劫 实际上啊 到了这个乾隆三十一年的十二位底 这总督洋洋剧呀 才算把这个兵啊 基本上调齐到战场 刚刚听到这缅甸一方 友谊议和呀 哎 还就不打了 他们说的这个缅甸一方 又是亲王 又是这个主帅呀 过影几次 请求议和 那全是没影的事 关于这缅甸一和一说呀 只是疯传而已 接到了华二连的圣旨以后啊 说不同意和呀 这大军就进入了蒙毛木邦 可是这些绿营兵啊 明显的有卫冕正 卫冕正什么意思 就跟那个中国足球队呀 现在有孔寒正是一个意思 这云南一共九镇 除这个昭通东化开化曲寻四镇 尚感与贼对仗 其余皆退缩不前 并且华二连呢 怀疑的对 这军中啊 李时生诸伦 据为亲临行政 混暴斩获 杨永居 驱下姑息 不查虚实 实属欺望 经过这个大内密探 弗林安的证实 前渡这些话呀 一点错都没有 基本上就是这杨永居 上任以来 云南前线的基本情况 这前龙皇的这个气 就别提了 那简直是雷霆大怒啊 先后下狱 阁阳永居大学士 云贵总督职 逮捕入都 又怕着阳永居 在京城之内 门庭固立众多呀 所以压到热河 避暑山庄秘密审讯 最后 乾隆皇帝 还是动了侧隐之心 给这位老臣 留了点小脸 让他呀 自尽而亡 把他罪行公布天下 并且抓了个错 把他的二儿子 杨重谷 在这个宝庆知府镇上啊 曾经用刑过重 打死过人 要说这种事啊 最重也就是隔吃茶半 这乾隆皇帝气不消啊 于是这杨老二啊 吃了他爹的瓜闹 稀释一刀 被开刀问斩 提督李时胜 总兵朱伦 刘得成乌尔登阿 拿获至京 兵部审讯清楚之后 也都掉了脑袋 像赵洪榜那样的 威莫吱吱啊 都没有被拿送回京 直接在云南前线 就被下狱了 关于啊 这个青年战争的 第二次战役 咱们还留了一个椅子 没讲 在乾隆皇帝 再三的催促之下 怎么后来 却停了火呢 咱不是说了吗 这嘴儿 咱得明天再缝上了 所以说这下文书 这明锐将军 到底能不能出场 咱们还得明天 聊着看